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 我们这期节目找来了两位好朋友 跟大家好好地聊聊天 分别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干部健康管理中心 副主任医师魏文婷 还有篮球运动员麦子健 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干部健康管理中心的魏文婷医生 欢迎大家 欢迎魏医生 大家好 我叫麦子健 我是一名篮球运动员 欢迎子健 虽然子健是篮球运动员 但是我是看着子健的节目长大的 因为之前有些篮球综艺节目 全国人民都在看 然后大家都是篮球的爱好者 我们也之前在篮球场上交过手 碰过面 碰过面 从来没有赢过子健 所以今天非常难得 邀请子健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因为作为一个运动员 我相信体检 身体的状况 对于你来说是必不可少 因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必须要先对自己的身体 有充分的了解 而且我们每次比赛前都要去检查一下身体 看看有没有隐性的一些病患 如果在球场上出现什么问题 可以马上知道 是 也一般对于你来说 你是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 一个活力 就能保证在场上有一个好的表现 其实最主要是吃得好睡得好 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对对 休息的时间足够的话 你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的在场上的 那个精神状态会更好的话 就可以避免你会遇到受伤的情况 对 自己有没有一个常规的 就是检查身体的一个习惯 可能一年要有三到四次去做体检的 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目前你身体的哪个地方 你觉得是最需要去加强 运动员的话 大家都会有一个通病 就是可能他膝盖会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健身 或者是负重的训练 可能对膝盖或者是整体的保持会比较好一点 对 都是密切的关注 但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题 并不只是针对运动员 因为我们真的要好好地科普一下体检 因为很多老百姓对体检其实是有一点抗拒 他们觉得体检真是没病找病 你看我不检查 我就觉得我没有病 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异样 但是一检查感觉 这个又是问题 那个就是问题 就变得很烦恼 很困惑 那么今天就请卫医医生来 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为什么要做体检 我们如何去科普体检 对于大家来说体检有一个什么好处 我们说体检是一个初步的筛查过程 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 或者是不舒服的一个感受的时候 来给全身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健康检查 然后预知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 从来就是避免一些可能存在的 或者是已经存在的疾病或者是隐患 同时还要评估一下它的风险 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达到一个找预防 找诊断 找治疗 目的呢 还是让我们自己拥有健康 对了 最重要是什么 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 你对自己身体都不了解 那你怎么去谈健康呢 那其实今天我们健康开拍现场 也是准备了一些节目 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今天第一个上场节目 是一个小品 这个小品的名字叫做 八卦体检单 到底是一个多八卦的体检单 一起来看一看 你们最近是不是做了体检吗 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 看了吗 我看了 身体好得很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 油门裸杆菌 嘴臭 你呢 我看一下 我有复刻病 你拿错了 这是我的 吓死我 吓死我 你们有没有测智力啊 没有啊 我有啊 只有4.3 啊 正常的人不会这么低的 对啊 我看一下 哎呀 你这是视力不是智力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真的很笨呢 我建议你还是去测一下智力 对 哎呀 我啊 虽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看啊 你看啊 我痘痘都长出来了 都怪那个猪种啊 天天让我们加班 搞到我没时间护肤了 我真的好喜欢上班啊 只有他才说的出口这种讲话 我就搞不懂 一份新媒体方案 吹那么紧干嘛 哎呀呀 我告诉你 他这叫更年期 你看他脸色发黄 损伤胆囊 说话口臭 满脸肥肉 好惨哦 要不我们关心一下他 关心个屁了 对我们这么坏 活该 对 哎呀 哎 这里还有一份报告哦 猪头寺 猪种的体检报告 那我们赶紧关心他一下 哎 哎 这样不太好吧 哦 哦 这 你们在看什么啊 方案做好了没啊 哎哎哎 做好了 是 你 我 も 这 本来 没 人 我们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怪他经常骂我们 对啊 对哦 我看他最近脖子好像都变粗了 不是吧 我们待会儿观察一下他 什么观察 凉啊 谁凉啊 你啊 我去 你去干嘛 我去你办公室准备给你倒杯水 我办公室就在这啊 你做房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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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给你按一下你的喉咙 这是什么手法 广式 广式宾馆 广式按摩 好了 好了 不用按了 做方案 喂 王总 行 方案今天一定给到 他的脖子这么粗 不会已经癌变了吧 那他岂不是命不久矣 他这么可怜 不如我们就换个公司吧 不行 我们得关心一下他 怎么关心啊 看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病咯 对 尿蛋白身高 这很严重 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尿蛋白身高 就是他可能得肾炎 严重一点 就会有尿毒症 这都是什么症状 尿毒症的症状有 疲倦 乏力 疲腹骚痒 口臭 恶心 他真的有尿毒症 对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也是有尿毒症 要做透析很费钱的 怪不得 他最近经常让我们加班 给他工作 原来他很借钱 我们赶紧做点什么帮帮他吧 嗯 你们不做饭在找什么 呃 朱总 红包 这是我的小小心翼 蛤 朱总 白包 我找不到红的 蛤 朱总 面包 我找不到钱 不是 你们干嘛 朱总 我知道你最近很缺钱 所以 我们都想帮帮你 对 哦 你们想贿赂我 蛤 是 我是很缺钱 但我不缺你们这一点啊 嘿嘿嘿嘿 但是 我们这是杯水车薪 但我们也想帮你啊 嗯 你们 给我好好上班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啦 赶紧上班上班 这点钱能帮我什么 真的 我 他说 不缺我们这一点钱 什么意思 难道他 不止这一个病 他可能还有很多病 赶紧看一下 看一下 白细胞升高 白血病 毒品转按霉升高 肝硬化 铁蛋白升高 有肿瘤 打红素升高 一线癌 肺部有异应 肺结合 打红素升高 快心病 吊酸升高 有东风 这个还好 心理失常 容易猝死 啊 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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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要请叫救护车 救护车 朱总 你不要用 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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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灵车 叫什么灵车 朱总 你没事了 我没事啊 你刚才都晕倒了 哎呀 我耳水不平 晕倒了而已啊 耳水不平衡 哦 那就是 朱总 你没事了 你不会死了 你们为什么觉得 我会死呢 我们看了 你的体检报告 他说 你会死 嗯 那是因为 你的体检报告 指标都不正常啊 对 体检报告的指标 指标不正常还不是因为前一天晚上跟你们一起加班到凌晨五点多 然后我六点多就去体检了 那指标能正常吗 但我们很正常啊 嘿嘿嘿嘿 哎呀 那些指标不正常 那也不代表我就有病啊 我上桌去复查了 没事啊 所以 你真的一点事都没有啊 没有啊 哎呀 哈哈哈哈 哦 你们很希望我有事啊 不是 哎呀 朱总 我们的意思是 工作 虽然很重要 但是健康更重要啊 朱总 你要好好地去保护自己 健康啊 对啊 你是我们的领导 你如果倒下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只是想关心你 我我知道 大家关心我 谢谢大家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来 把你的封面拿过 封面 这里 你的方案呢 我的方案 这里 那我呢 这不就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了吗 你拿着 好 你现在 打个电话 去订个火锅店 水底捞的位子 哇 我决定 为了我的身体 我今晚去吃水底捞 好 你们继续加班 好 好 跟所有的烦恼 说拜拜 跟所有的 哇 好 谢谢 几位啊 谢谢小猪 佳伦 蛋塔 还有卡卡 这个猪总是笑着晕 很开心哦 你们少说 为什么呢 因为痒 哪里痒啊 小腿痒 为什么啊 就是他一直在摸你 对 话说回来 你们四位平时有没有体检的习惯 最近刚好有我们团队出现了一件事情 就我们的团长去体检了 那体检报告一出来 我们问他有没有什么异常 他说整个体检报告 完全都是很正常的 全部偏高 没有任何一项不一样的 那个不叫正常 叫很统一 是 统一偏高 稳定 你是什么高 铁蛋白 我是 对很多种 尿酸高 最高的那个 铁蛋白高 多高 900多了去到 900多 正常是多少 正常是300吧好像 高那么多 正常多少医生 300多 300多 你看他超了几倍 然后我就去看嘛 然后 我们今天他念的所有都是他 真的 卡卡但凡拍我们节目 他肯定有那一期主题的问题 我们之前什么注意力 学师 学师 你又有 我基本都有的 幽门那一期你又有 我基本为了这个节目 自己去试了很多病 哦 牺牲牲牲牲 这么大 不要乱说 不是为了这个节目 他本来就有 哎呀 那这个真的要问一下魏医生了 就是他 在他们刚才表演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你去解答的误区啊 再要再给电视观众解释一下 嗯 就是很很开心啊 看了看了表演之后 但是呢我们说人的健康状况呢 是跟他的年龄 还有他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还有工作的压力啊等等 都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啊 如果年轻人和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同样都是熬了夜 但是呢他们的结果 年轻人说哎我的结果还是正常的 但是年纪大一点的话 他可能因为熬夜的话呢 会造成一些结果的异常 然后一般来说呢 单位的体检都会是年度体检 一年一次 所以的话大家最好呢 就是在年度体检之前呢 能够争取有个三天 三到五天的一个就是休息好 对不要熬夜 然后清淡的饮食也就是D&D子饮食 这样子也不要剧烈运动 尽量的呢不要就是和朋友们喝酒聚餐 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检验结果的一个准确性 哦那对于子健这样的运动员来说 剧烈运动和聚餐基本上我觉得 每次都会有 那我应该是怎么去处理这种呢 对我自己的身体的话 因为有时候我避免不了的话 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 那个子健的话我想 他这个属于叫职业体检是吧 算是了 因为你们运动员 那你们可能有你们每一个人 得这个健康套案 所以您的指标的话呢 应该说是跟您上一次体检的结果来比较 您就不能跟我来比较了 就不能跟普通人来比较 对就不是运动员 然后没有这个跟子健的这种锻炼的训练的 一个频率的这样的来比较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正常人 一年大概是什么时间段 或者是有几次体检 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的 体检的频率 对那个频率 正常来说 我们一般来说呢 40岁以前 就其实我们一般在学生时代的话 学校会主持相应的一个体检 对对对对 那么年轻人呢 体检他其实两三年一次 两三年一次都可以了 但他体检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年轻人会 我们会比较注重一些感染方面的 比如说乙肝呢 或者我们刚才小品当中 有提到的优门楼感镜 优门楼感镜的感染也是传染性的 对我们对于感染性传染性的疾病 年轻人会来 然后40岁以后呢 就比较多的是一些三高 四高这样的疾病 40岁以后的 如果是健康人群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按年度体检 对 当然了 如果他有着他不同的健康的状 就是既往的健康史 以及他这个异常的体检结果的话呢 我们建议还是根据这个健康管理的医生 或者是每个专科的医生 来给他制定这个体检的项目和他的 应该有的评次 就比如说我们高血压高血脂的话 我们定期也会给他检查一下肝生功能 因为血脂药的话 会对肝功能会有一点的影响 有的对血肠胃会有一些影响 在服用药物的时候 那么他体检的评次跟健康的人还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好像这个团最右边那位 40岁以下但是什么都高的 这种一般多久去复查一次会 就作为医生建议 多久复查一次会比较好 最近50年来吧 我们现在全球比较多见的疾病 就是以前是会是传染性的疾病 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代谢性的疾病 对对对 也就是我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三高四高 料栓 这个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那么这一类的话 我们首先要建议他去找到他的专科医生 给他制定一个方案 实际上他检测的评次呢 是要看他治疗的效果 对于台上这几位 30岁左右没有重大病史 然后这类高强度工作 因为他们演员经常要排练 就休息 作息不太稳定 这类人群 他们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就是消化系统可能要注重一点 因为他们可能会饮食的没有那么规律 然后会熬夜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像像我们这种就是工作强度比较大 要求非常高的这个一个工作的环境的话 有的时候也要进行一下 比如说心理 睡眠 其实体检也是包含这些内容的 所以还是要休息够 对 那我再问回来 对于只见这种叫做运动量比较大的人群吧 就不一定是职业运动员 相对剧烈运动的人群 他们很多可能球队啊 或者自己的单位有给他做一些专业性的体检 那除此之外 他们需不需要自己再去做其他的常规体检 就作为医生的建议来说 我认为的话还是应该的 就是首先呢也是还是一样要结合他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体化的差异 对 当然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 也有一些就是相同点和不同点 对 我们到了40岁以后 就要注重我们这个斯高的状态 对 我听完主任说的 刚刚解释过以后 我感觉我之前做的那些体检都很 太简单了 太肤浅了 太爱肤浅了 会不会那些检查会 因为你的运动能力关注比较多 之前去做体检可能就心电图 抽血 还有五官 就没了 所以我听完主任说完以后 我感觉我要去做一次大体检 看看自己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 更清楚的了解一下自己 太好了 好 那聊到现在呢 就再次感谢四位优秀的演员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节目 有请宇航五人给我们带来曼财目标为健康 大家好我是宇航我是五人 我们是我五语了 宇航我明天又去体检 但是我现在好害怕呀 是怕查出什么病是吧 不是我是怕什么都没查出来 钱白花了 这么小才是有病 其实还是怕查出什么病来了 这样吧如果你怕紧张的话 我们排练一下好吗 排练一下 对 好 你好请进 医生你好你好 我住下体检 是哪种体检呢 就是查得准的那种 哪一种查得都准呢 是要个人体检还是入职体检 入职体检 好 说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体检过了 我现在好紧张呀 上次体检什么时候啊 三十多年前 那确实挺久的 那是在医院的还是在体检中心的 在我妈肚子里 那不是晕检吗 好可以了来先要尿吧 来拿我杯 医生我用那个中杯的 买咖啡啊没有中杯大杯的 就这个杯 那我又加芋泥加波波 不是奶茶验尿啊 验尿啊 验尿 干嘛不是喝水用的 不喝水我没尿啊医生 真是的 那先抽血吧 抽血 别拍了保持 不准不要钱 卖西瓜在验血啊 验血 啊 干嘛擦酒精啊 酒精 医生我酒量不行啊 又没叫你喝 不喝 不喝是不是看不起我 是酒局啊 嗯 好 放松啊 抽那么多养鲸鱼呢 说了不是酒局了 真是的 好了 接下来查一下视力啊 请坐下 然后 对 其实我是毒蛇般的 不是黑视力 是眼睛的视力啊 眼睛视力 好坐下遮住一只眼睛 哎 能看到吗 看不到 这个呢 看不到 这个呢 看不到 这怎么什么都看不到我 医生没开灯啊 医生怎么可能不开灯 这个真是的 好 现在呢 看不到 哇 那你的视力挺差的啊 那怎么办 以后注意科学用眼啊 用眼卫生啊 记住 医生你鼻毛好长啊 视力不是挺好的吗 真的是 对啊 他们都说我是视力眼 没法这种歇音 我告诉你 好 下面是心脏 X光 心脏 不用取出来钢铁匣吗 那你自己取吧 也不用我取 拍就好了 拍 不仅用手拍啊 躺到这机器拍啊 好 好 医生我好紧张啊 不要紧张 放松啊 紧张测不准的 放松放松 我突然有尿了 要不我们咽尿吧 都躺下来等一下再咽 好 好了 起来吧 走吧去咽尿吧 医生我刚刚太放松 已经尿了 三岁小孩们还尿裤子 真的是 看一下你的心脏X光片 你看这里没有 你的心脏有点堵塞 看到了吗 哪里 这里 这里 在干嘛 心有灵犀一点通 一般这种歇音梗 真的是 没有那么简单了 那怎么办 你好注意啊 少吃油 少吃盐 多运动 多吃蔬菜和杂粮 好 那谢谢医生 终于说去人化了你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雨航 谢谢五人 刚才一个漫长名字叫 目标为健康的体检 那其实你们两位 自己生活中 有没有一个体检的习惯呢 六七年前有试过一次 入职体检 入职体检 入职体检的内容 是比较详尽的 还是说比较简单的 很简单 就是简单 做血肠规 视力 身高 体重 就这些很简单的 那你搭档呢 所以这方面 我感觉我是需要加强 因为我个人 没有太大的体检意识 完全没有 就觉得自己很健康 希望很健康 是是是 那魏医生 刚才听完他们两位 聊这个健康 他的名字叫 目标为健康的体检 就是他目标做的体检 就是为了健康 对对对 我也是经常在亲朋好友 熟人当中 听到这句话 就是我不体检 其实我就没有病 体检了之后呢 感觉体检才发现了疾病 实际上体检不是发生疾病 体检是发现疾病 所以的话呢 我们体检呢 肯定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不同的时间段呢 肯定是要有不同的 个体化的 更加精准的一个体检 不是所有的人都 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体检 以前的体检模式 但是相对来说 比较成就一点 就是一个单位 那个新入职的18岁的年轻人 和已经退休了70岁的退休员工 他们的体检套餐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就造成了 大家体检好像没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基本上感觉差不多 那是因为呢 对那是因为体检的项目呢 它的选择是不够合理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基本上都是采用了更好的一个 就是不同的套餐 适合不同的职业 或者是同一个单位里面 不同的这个工作的类型 就比如说 有的时候铁路上 它有的时候是职业般的这种 那么他们有可能跟这个普通 在办公室上白班的工作人员 虽然是同事 但是他们体检的内容呢 包括有的时候体检的费用啊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刚好今天我们各行各业啊 都在这个舞台 你看运动员 主持人 医生 演员 我们其实单位每一年 都会有一个体检 然后我身边也有一些医生朋友 会提醒我说 无论你身体状况如何 只要过了三十岁 每年或者每隔两年 必须要检的一样东西 就是肠胃静 因为呢 它这个癌变的过程非常的漫长 说要十年以上 但是只要你一检查这个镜 做完这个检查的同时 它就可以帮你剪掉了 就把这个肿瘤啊 这个小颗粒就去除掉了 就检查和治疗它同时去做 只要你这十年间有一次去做了 发现了 就把你除掉就没事了 就跟除了 就跟除了 其实呢 胃肠镜呢 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检查方法 因为我们就像您刚刚说的 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呢 它的发生时间比较长 漫长到五到十年以上 当然呢 有极个比的就是 就是非常恶化程度非常高的 它快速生长 那个的话 它比例非常小 我们就不算再累了 不发现了 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十年间 只要有任何一次胃肠镜 我们都可以呢 不仅可以发现它 而且呢 我们胃肠镜可以 用病理的方式去诊断明确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做到治疗 直接就把它给切除了 当然了 大家也不用紧张 但是细肉呢 实际上如果是非腺流性的细肉 也就是比如说 真身型的细肉 盐性的细肉 那么它们和癌症呢 就是相关性不是很大 那如果是腺流性的话呢 那就要注意一下 一般来说呢 我们大概就是这个 吸肉的话 肠道的大肠的吸肉呢 一般一到两年左右的时候 最容易复发 所以呢 我们这个如果有吸肉的 这个体肩者 建议它在一年半左右呢 再复查一次 如果复查仍然是正常的话 实际上四十岁以上 十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并非需要两年或者一年 因为胃肠镜实际上 相当于一个小的手术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举这个例子 也是想鼓励大家 多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体检这种东西 不要太抗拒 对 其实我们对抗自己的身体毛病 就好像打仗一样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好 那再次感谢宇航和五人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节目就看完了 接下来各位要好好的上课了 进行健康知识问答环节 马上开始 马上开始健康知识问答环节 几位同学 今天的同学个头有点不太一样 高 矮 瘦 瘦 都有 对对对 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 回答正确数目最多的那位同学 会有一个小小的奖励 以示鼓励 所以大家多多加油了 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题 请看 建议体检要隔多久做一次 A 1年 B 3年 C 5年 D 看情况 倒数三声 请回答不能跟票 3 2 1 请回答 B A D D 好 先问一下宇航 为什么选B 选B是根据我个人的习惯来的 你个人习惯应该是没查过吧 偶尔也会查一下 偶尔也会查 就是随缘 对 卡卡 我选A是根据我个人的知识结构来定的 你的知识结构是怎么样能描述一下 对 我的结构就是我观察了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企业 他们基本都一年一次做一个体检 所以那肯定是建议这么做 他们才这么做 不然企业不会浪费钱对吧 好像挺科学 对 那这样子健就 他的那个体检的频率没有选项 那子健说一下 我刚刚听主任说 每个年龄段跟每个人情况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选D 对 你看 同学有听课 有听过这样的话术 对 但他就不问了 没有了 说一下了 跟他一样 听到有听到 来 听一下魏医生的解答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D 因为 对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健康状况 同样也是在变化的 不同的年龄阶段 不同的健康的健康史 然后不同的生活环境 有不同的工作压力 工作环境 职业的性质 这些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是要看情况的 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 如果40岁以前的话 可以两年做一次体检 40岁以后的话 最少都应该每年检一次 40岁是个分水岭 好 那这一题答对就是子健和蛋挞 恭喜 马上看看下一题 感冒可以去体检吗 A 可以 B 不可以 想一想 3 2 1 请回答 你们先举着 先举着 先举着 好 除了子健其他都选B 为什么子健觉得感冒可以去体检呢 因为这是我自己经历过 我以前准备体检的时候 刚好有感冒 但是对于我的体检报告 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疑因 就是区别 影响区别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的 会不会你那个体检是针对运动员就检查 哎呀 他弹跳还是很好 可能是这样子吧 亲身体验 对 卡卡 为什么觉得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听过一句俗话吗 是 俗话 如果得了感冒 影响体检报告 还有这样的俗话呢 那是现编的 来 来 听一下魏医生的解释 答案应该是B 可以 一般来说呢 感冒的严重的状态 就是最严重的时候 它会使得我们全身处在一种炎症状态 那么会影响我们很多的炎症指标 同时的话感冒有的时候 还会伴随着一些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的一些相关症状 咳嗽 咳痰 气喘 这样的话也相应的会影响比如说肺功能 或者是一些料变检测的一些结果 所以的话呢我们建议感冒痊愈后最好是三到五天 然后呢再来体检 因为有的时候您的异常的结果就无法来判断 是因为其他疾病造成的还是感冒造成的 无法判断身体的真实情况 那么就是听完魏医生说了 记住啊感冒我们是不可以去体检的 会影响你对身体的正确的认知 马上看看下一题 抽血钱以下哪些事情可以做 A 散步 B 大量喝水 C 坐俯卧撑 D 静坐 可以做 想一想 3 2 1 请回答 A D 滴滴 好 只有宇航选 问一下为什么觉得抽血钱可以散步其他就不能做呢 可能是因为喝多了水找厕所吧 要散步一下吧 散步可以做 然后其他就不能做 好 问一下卡卡 静坐 我觉得只能静坐啊 因为你要排队抽血嘛 排队的时候就只能坐在这里排队啊 你去散步人家就在哪里位置了 但如果没有人排队 没有人排队 一到就可以抽那种是什么 一到就可以抽是吧 那我觉得那也应该是静坐 对 就因为是坐着抽血 对 对 坐着抽血 你说的对了 直接呢 我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静坐就是应该的 就安静一点 对 安静一点 不要让自己的血液走得太快 因为他抽血的话可能 你血液走得太快 他真一扎下去就喷去了吧 对 到血管的 那如果你放火仓 但他 不问了 他们把我的话都说完了 体现不出来我的智慧 下次我第一个问题 下次第一个问题 那就要问一下魏医生了 我觉得A和D应该都对啊 因为你静坐在那里 自然是对的 但是你必须要走到初学台前嘛 对吧 哇 真是个脑筋急转 那我问一下 为什么不能大量喝水和做服务称 会有什么影响 大量喝水的话呢 它不能保证这个结果的准确性 那做服务称的话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剧烈运动了 那么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呢 它会影响人的神经内分泌的一个系统 情绪啊 这些都会影响 然后它会在糖子代谢当中呢 就是造成一些即便是 其实我们是建议它体检前 这个三天前 三到五天之前 就不要做这个剧烈运动 就是抽血前不做剧烈运动 并不是子健说的担心 它那个血喷出来啊 是因为会影响什么代谢 对对对 它会影响这个内分泌 神经内分泌的一个系统的激活 而且呢不仅仅是影响这些 它有多个原因的 就比如说你要是 我们很多朋友会 安定期的去健身 但实际上健身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确那个肌酸肌酶会很高 但是肌酸肌酶高的话呢 它也属于心肌酶谱的一种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主角医生下报告的时候 就要判断一下 到底是心脏的损伤造成的 还是我们有的时候 会专门打个电话 来问一下这位体检者 是不是之前三天前 有没有健身 三天内有没有坚持 真的会影响很大 好 那么这一题就都没有答对 温馨提示 我们每一题都是不定向的选择 不一定是单选 好 看看下一题 选页检验要求的空腹标准时间为 A 12个小时 B 10个小时 C 8个小时 D 6个小时 想一想 3 2 1 请回答 C A A C 两位选A 两位选C 来 当他 对了 为什么8个小时 就是空腹时间嘛 因为就是你看12个小时和10个小时 你空腹这么久会饿的 饿了低血糖 就是还没到医院检查呢 你就已经晕倒了 好聪明 然后呢 因为我的睡眠时间是8个小时嘛 那8个小时 睡觉的时候 空腹是可以接受的 能体现他的智商 对 很合理 对吧 对 很合理 很合理 子健认为是12个小时 我隐隐于记得医生告诉我 是12个小时 是 记忆中 就是12个小时 因为非常 我跟他不一样 我记得很清楚 来 听听魏医生的解答 我们理论上是8到10个小时 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 那就对 所以正确答案是A B C吗 你的意思 正确答案应该是B和C吧 因为12个小时 到达12个小时 B和C 那至少子健和卡卡是对了一半 对了一半 我觉得我要换个体检中心 可能我们那个医院 对 不太好 骗我们 还记得很清楚 对 那我饿了好久 很合理 我就说不合理吧 接下来看看下一题 女性经期可以进行以下哪些检查 A 肝功能检查 B 血肠规检查 C 妇科检查 D 性激素检测 这问女性会不会蛋讨要有优势 未必 3 2 1 请回答 BBAA 这边两位男士 是有没有女朋友或者老婆 虽然没有 但是作为妇女只有呢 我觉得这个也都有研究 有研究 对 有研究 肝功能 对吧 这个是因为跟这个 他失血过多嘛 就会有点影响对吧 对 是 然后呢 妇科对吧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失血过多 对 失血过多 性激素也是失血过多 有点影响 血常规 他本身也要失血对吧 抽血就是失血 在失点 对 在失点也没有关系 编辑效应不大 对吧 对吧 学过经济学没有 编辑效应不是很大 所以我还可以联系到经济学 这道题我主要是排除法 我感觉ACD都不可以 相比实际上只有B 靠谱一点 明白 指剑 我是唇碰 唇碰 对 唇碰运气 我真的这个没了解过 听一下医生怎么说 然后聪明见 断塔 哎呀 你们没有经验 我跟你说 性激素吧 性激素不可以查 因为经济性激素是有波动的 女性的性激素有些波动 不准 然后妇科也不行 因为检查方式跟经济是冲突的 有冲突 是不行的 血常规可以减 因为减的是从这里抽的血 血管里面的血 没影响 没影响 那你会选A吗 那你会选A 你会选A 你会选A 你为什么要选A B是可以的呢 多多 反正你选的是A 你跟那个子晴 对 好 为了医生解释一下 哎呀 我都有点晕了 我觉得你们讲的都挺好的 呃 现在清醒一下啊 呃 我想正确的答案应该是A B D 哈哈哈哈 因为女性的经期呢 它是抵抗力会下降的 如果这个时候做妇科的检查呢 就容易引起妇科的感染 还有一个不可以做的检查 是尿藏规 因为它会有血液的污染 所以尿藏规是不可以做的 那么我们有一些检查呢 是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女性 到了围绝经期 到了这个45岁到55岁之间 或者是她这个月经期 这个不规则 她那么要查这个性技术五项 或者六项七项 那么必须她要在女性经期的 第二到第三天来查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女性的经期的话 就是指的是磁技术和润技术 两个的水平都达到一个基础 就是最低的状态下 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经期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性技术检测的话呢 就是要检测它的这个基础水平 好 反正我们都是带着科学的眼光 去探讨这些问题 好 那么刚才这一题呢 就又全心覆没了 马上我们今天这个学生的水平 是比较统一 比较统一 连续三题全错 看看下一题 大便淫血检测是大肠癌筛查中使用最广泛的手段 以下哪些食物可能导致检测结果成假阳性 A 菠菜 B 猪肝 C 火锅 D 火龙果 大便淫血检测 想一想 3 2 1 请回答 B 全选 C 蛋塔是什么 A B D A B D OK 四个选项都不一样 来 蛋塔 A B D 你就排除了火锅 这次是真的有智慧 菠菜嘛 就是补铁 吃了补铁就是对那个血液啊 就是你的变色可能会变绿啊 变色变绿是会 就是 菜没消化干净 你的排便 排便的那个颜色可能是绿色的 对吧 那猪肝 猪肝就是排便会红色嘛 火龙果也是超红的 然后就是我感觉会影响 火龙果有白色的 你是从颜色的角度去判断 我不反驳你 对 听听子剑的解答 火锅 是选C是吧 火锅可能就是 如果吃的太上火的话 可能对身体影响会比较大 可能对他们的排便有影响 或者可能我是觉得 对这个检测会呈假阳性 对 好 上火 卡卡你是全选 我觉得呢 首先A呢 我觉得铁丰富嘛 那它可能确实会影响这个颜色 猪肝也一样 火锅呢看你吃什么 就比如你是吃麻辣火锅 那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会 就会你会有个地方会痛 就可能会出血 那这个血呢 其实它不是大肠的血 它可能是你皮肤的血 对 然后火龙果呢是吃红色的火龙果 也会出现红色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ABCD 就是一看红色 对 就它就分辨不出来 对 可能是机器在演 机器也分辨 这个红色肯定 对 我觉得是ABCD 来 魏医生 麻烦你解答一下 其实这个题目的答案 我也觉得有点难 其实它是这样子 大便影学检测呢 在早期 在几年前嘛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的确是很容易出现甲阳性 它的原因的话呢 是因为就是它的检测方法 名字叫化学法 它这个化学法呢 它就是这个我们人 我们血红蛋白 只要是不论是人的血红蛋白 还是动物的血红蛋白 还是这个或者是其他一些 含色素类的 或者是一些食物 含铁的 含这个B剂的 就是以前我们有一种 护卫的药物叫B剂 这些呢都有可能 它产生一种叫 过氧化酶的一个活性 那么都有可能 和这个化学法当中的 这个试剂呢 产生反应 那么它产生一个化学反应 之后它有一个着色反应 它的颜色越深呢 就说明它这个 血红蛋白含量越高 以前的话 我们这个大便圆血检测的结果 有一个加阳性 还有两个加三个加 来代表它这个出血量的大小 但是呢 最近的话呢 基本上的大的一点的医院呢 都没有再采用这种化学法了 现在我们采用的叫免疫法 那么免疫法的话呢 它是专门 它的试剂呢 是专门针对于人的血红蛋白 和人的转铁蛋白 来这个做出这个反应的 所以的话呢 无论是铁剂还是动物的血 还是动物的肉类 或者是这个 像火龙果这种含有这种颜色的 就是摄数含量比较高的 类似的这些食物呢 基本上已经没有影响了 所以说这个题目应该是没有答案 送问题 题目有问题 明白 这题就全对吧 厉害的 好 那我们今天健康知识问答换节到此结束了 好 经过我们科学的统计 一个详细数据的显示 我们今天科学知识问答换节 回答最多的是蛋挞 我就说我有智慧吧 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是聊体检 所以这个小礼物呢 就是一个叫什么 日程安排表 就你可以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今天几点到今天要干嘛呀 星期几要干嘛 可以给你一个小的一个奖励了 好 健康过细 对对对 谢谢 恭喜恭喜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健康开外时间到这里接近尾声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辛苦魏医生 再给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说的这个主题 体检 来 把时间留给魏医生 人类对健康的理解 都在不断的完善之中 那么传统消极的健康定义呢 就是健康就是没有疾病 那么在现代社会中 这个概念呢 在不断的完善中 四阶卫生组织呢 告诉我们 健康应该是生理 心理 社会适应和道德方面的良好状态 良好的健康不是没有问题 而是维护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呢 在当下是平衡的 是适应的 每一个体检者 都有它的个体化的差别 并不需要把所有的狼种 节节都消除掉 而同时 以三高四高为代表的血管疾病呢 已经取代了以前的感染性疾病 成为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原因 不良的生活方式呢 是导致慢病存在的核心因素 关键呢是记得霸药素 健康的饮食 良好的运动 远离烟草 健康睡眠 理想的体重 理想的血脂水平 理想的血压水平 和理想的血糖水平 好 谢谢魏艺商 谢谢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子健 谢谢蛋塔 谢谢卡卡 谢谢宇航 那么真的再一次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各位了 要多观察我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我们要常规体检 一定要保证 时刻要为自己身体健康负责 那么也希望电视机前各位 在场的各位 每一个人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 我们这一期的健康开卖时间差不多 下期再见 拜拜